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昨天晚上 应该是前天了 就是一位对中国政治很敏锐的商业人士 跟我发了一篇文章的连接 这篇文章大概的标题就是 就是说这个 康舵反腐大旗 腐败 然后有你好看的 我当然知道这个朋友的意思 不过呢 我一看那个网站的来源 我文章也没有看 我就非常武断地做了一个回答 我说这个不至于谈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文章在网络上流传很广 很迅速 好几个朋友也把这个连接发给我了 有一些推友也在他上说 和平 你点一点 这个还不在于我的判断错误 我仍然认为 这篇文章是不值得点的 或者是不值得真正深究的 不过呢 我还是低估了 人们对这个文章赋予的这个想象力 这个想象力就是 我们都知道一个政治逻辑 就是中共一个政治口号 就叫打断红旗 反红旗 然后我们也知道 中国的一个政治游戏规则 在消灭政敌的时候 打倒政敌的时候 往往不是由一个正式的媒体 来打出第一枪 有可能是在一个地方的小报上 或者是一个地方上的人物 引起一个事情 所以呢 因为有了这种历史的经验 有了这种政治的逻辑 大家就给予他特别的想象 这个是不是要收拾这个王岐山了 因为王岐山 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政坛上最大的笑话 最方唐的一个现象 其实这种笑话和这种方唐 在所谓了解中国政治的人来讲 并不奇怪 一个将现在的中共的体制之下 居然有人敢当中纪委书记 敢去以反腐败的名义去抓了些贪官 这本来就是一种方唐的现象 不光当年魏继嫌疑也好 吴光正也好 贺国强也好 等等等等 不过这些人呢 也就是利用这个职位 或者呢 混一个官位而已 有的利用这个职位呢 个人捞点好处而已 没有想到呢 王岐山先生如此大胆口服地进行这个反腐败 结果呢 他自己揭露出的问题 比任何现在发现的贪官还要严重 而且呢 这个王岐山是中国政坛上最具有实力的人物 他不仅仅他的职务是在帽子跟大家 而且他在中共权力体系里面的布局 在媒体中间的布局 在学者中间的布局 在各个系统里的布局 那根本不是习近平能够比的 因为习近平是总书记 所以大家很早就把它就变成了这个习王体制 当然这个习王体制 习王迷茫 完全是有些人是出于无知 有些人是出于好玩 一般的概念 更多的人呢 在开始搞这个口号的时候 制定了口号的时候 他们是有用心的 他们呢 对这个习近平的某一些施政不满 或者说呢 他们一开始就扮演了这个王岐山的打手的这个角色 从学习界 从媒体 从各个领域里面 对习近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这个甚至很多网络上的侮辱性的原因 都是王岐山这个派系里面出来的 那么习近平的施政有没有问题呢 当然问题很严重 大家都看到了 现在中国的这个政治经济的这个现象 但是呢 在对习近平进行批评的同时 大家把希望 很多人把希望记录在这个王岐山身上 那么几年之内 慢慢 如果没有 郭文贵先生把王岐山的问题点出来 如果没有他把海航的问题点出来 很多人就开始认为 习近平被王岐山取代 是一个比较好的未来的一种安排 但是剧情极卷之下 结果发现王岐山的问题 原来是打得红旗反红旗 原来是他家作涉及的腐败 或者是他所个人的腐败的嫌疑 比任何人都还来得严重 对吧 当然 现在王岐山还是在他的各种势力 还是在进行反扑 还是在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 根本没有停止 所以在这个时候 英国的金融时报 放出来王岐山要留任 还有各种网络上 或者是各种媒体上传出来 王岐山跟这些腐败没关系 早就进行了切割 海航跟他没关系 他的内职跟他没关系 私生子没有政治 他的夫人 政治是以前拉带 后来呢 跟组织上早就交代了 等等等等 就是要给大家一种感觉 王岐山 没问题 那么有的人呢 开始就很愤怒 发现王岐山居然一个中纪委书记 如此是一个涉及贪腐的问题 这么严重 而且查出了他各种各样的讲话 根本就不是一个所谓的媒体上 和其他他的班子的人 跟他搜索出来的一个改革形象 他的左 他的逻辑的混乱 他的这个政治的投机 那可能是在现在政治局常委里面 是最严重的一个 所以就说 王岐山被双规了 王岐山一定被抓了 王岐山是怎么怎么处理了 所以现在两种信息啊 在网络上 在媒体上 在政界 在商界都流传 我是两种信息 都听 都观察 他两边都有很多我认识的人 那么 就是简单地说 一判王岐山 随时可能会被抓 甚至有人说 已经被抓了 被远禁了 而且呢 这个 所以呢 早一段时间有一个什么认识 没有他的这个花圈 其实我这个 我都做了这个澄清 我都不能说澄清 我都做了几个 点点今天事 我在节目里面都讲了 我觉得他不是那个花圈是正常的 而且我在一个节目里面 很明确地讲 王岐山现在没被双规 那么 这个 也有一种说法 就是王岐山要铁定这个留任 只有他留任 才能呢 打击郭文贵的这个爆料 那我在那个 不能上郭文贵的当 因为郭文贵呢 这个 因为 点去了王岐山的问题 本来呢 王岐山要退休 那么 你这么一点 你这么一指 你这么一爆料 反而呢 就不要他退休了 否则 那我当时候 在很多天以前 我就讲了这个逻辑 让王岐山 让王岐山留任 和不让王岐山 让王岐山留任 或者要王岐山退休 这种决定 如果是基于郭文贵先生的爆料 那你都是中了郭文贵先生的圈套 对吧 那你都是受了他爆料的影响 所以呢 我认为这个逻辑都是不成立的 即使王岐山 对这个不连任 这个基本上应该是确定了 或者说呢 在很早的时候 就已经确定了 所以这个确实呢 他留任和不留任 都不是受了郭文贵先生的爆料的影响 但是 王岐山的这个问题 在郭文贵爆料以后 已经产生了一种 就是对中国政治是前所未有的 巨大的冲击 王岐山作为一个中纪委书记 已经是名誉扫地 名誉扫地 除非他出来做一个澄清 证明 郭文贵先生的举报 完全是假的 那 百分之百 他没有问题 如果他不能做出一个澄清 那么 百分之百 王岐山一臭万年 这个逻辑是已经非常清楚 所以我在节目里面不断地 一方面我是录取中纪委这么一个烂机构 这个胡作非为的一个机构 一个极其傲慢 极其权力腐败的机构 一个任意 拿走正常人的官员也好 商人也好 其他人的自由的这么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本来就是对法治 最大的一个嘲笑 本来就是中国最腐败的最可耻的一个机构 但是王岐山 如果你能够出来做出一个澄清 证明你自己确实是没有问题 那你 这个我们必须介绍 不管你喜不喜欢中纪委这个机构 不管你喜不喜欢王岐山这个人 你这个 任何一个人 都应该有自我辩护的权力 拿走任何辩护的权力 就是最大的犯罪 所以我录取中纪委这个烂机构 不是说他抓那些人 或者是错误 正确和错误 或者是那些有没有问题 而是你这个机构 用最安装的手段 最下流的手段 最可耻的手段 把一批官员 把一批商人 或者是把一些其他人 让他们没有辩护的权力 然后用你们来说了算 用你们来定罪 让所谓的法院检察院 全部成为你们的白手套 所以中纪委这个机构 和中央政法委这个机构 是反文明的 两个法西斯的机构 这个是没有任何讨论的前提的 但是王岐山的辩护 仍然是很关键的 即使他有点站在被告席上 我们都应该给予他充分的 辩护的权力 而且让他成分辩护出来 但是现在的政治框架之下 现在是九大 已经是临近 大家变得高度的紧张 有些人很快就会没有权力 他必须利用最后的一两个时间 安插好自己的人马 给自己一个安全的台阶 或者利用这个时间 来进行政治上更大的反扑 那么王岐山的神影 大家说是神影 是抓住某一个贪官 是可能的 不要去排除 他是有可能抓住一个更大的人物 或者是更敏感的人物 或者是抓住几个人 一方面呢 完成他的一些原来没有完成的事情 另一方面呢 转移是个实现 或者说呢 显示出他的威力 不管怎么样 这个都不关键 关键的问题是 第一 王岐山十九大上面 会不会留任 这个是现在政大上最大的一个焦点 今天呢 今天还是昨天的 应该是今天嘛 日本的独卖新闻 讲出来 王岐山不留任了 由栗战书接任 这个是一个比较正常的 正常的至少比呢 英国的金融时报要正常一些 就是因为他不留任 有没有可能性呢 是有的 那就是中共内部就一定会产生更大的撕裂 更大的冲突 因为他就一定会直接的威胁到习近平 那么即算是他现在不留任 习近平在目前情况之下 要收拾他 是非常美严的 非常艰难的 虽然习近平有他的权力的位子 有他的异典法统的地位 但是王岐山的实力 王岐山在各个体系里面的布局 但是习近平根本没有达到 习近平这是表面上用了一些 所谓的之江新军 实际上这些人的到位 这个社群到了位子 但是实际上权力 并没有真正的到位 权力真正到位的 还是王岐山先生 王岐山先生 所以我比较趁向于相信 大家现在对王岐山的很多的行为 有一点夸大的想象 比如说某某某去世 他没有送花圈 其实因为中国信息实际太封闭了 也难免大家这样去想象 实际上我说都应该是正常的 王岐山没有被双规 王岐山现在工作仍然正常 那么他身影想去给自己的人马更多的安排 完成一些他没有完成的抓人的角色 因为他列出了一大群名单 一大群名单 那些名单现在还没有完成 以后大家也许会在19大之前 也许还有这样的惊喜 他能够再去抓去谁 但是呢王岐山确实面临了一个 已经没办法把握的一个 一个处境 或者是一种定位 就是说如果他不能做出一个正常的 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那么他的问题不仅仅是名誉上一冲万年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会面临着被清算 只是这个清算和对他的调查 什么时候合适 什么时候合适 是明年 还是后年 还是大后年 这个很难确定 因为有的时候啊 政治上的事情呢 又把另外一个事情给压掉 本来那个事情原来可能比较重要和敏感 但是心理事情又变得更加敏感 更加重要 正是因此呢 有一些事情他不断地去推演 另外是 要怎么去把王岐山一些势力 囚禁的进去某一些清除 从来呢 减缓未来调查王岐山 甚至未来双规王岐山 甚至未来逮捕王岐山 定立一个基础 做好一些准备 这个还很难说 但是有一点肯定的 就是海航这个问题 是已经把在前党 前军 前国人民面前了 这是一个要说清楚的问题 是你国家的一个战略的行为 是一个向全世界进军的战略行为 海航扮演了一个全球进军的先锋的角色 这个逻辑能不能解释得通 如果这个逻辑解释不通 那么海航的被调查 王岐山的被调查 几乎是很难回避 这是哪个时间点而已 哪一种方式而已 要想捂住它 几乎不可能 几乎不可能 当然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黄菊同志 为中共解决清楚腐败问题 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去路 黄菊在担任上海市长市委书记期间 在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期间 对他的举报一直是没有停止 关于他的腐败的传闻 一直没有停止 后来他的大秘书 王维公 我还见过 被判刑 他的一系列的上海的一些官员被调查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证明了我 黄菊可能涉及到很严重的问题 但是这位同志 还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 他在党需要他死的时候 他终于死了 所以这个事情 那你无论在哪个国家 那你都很难呢 深究下去 有些事情死者为大 也就算了 当然 即算是王继三同志 也在他的生命的最后时刻 为党做出了这么一个贡献 减少了党的这个麻烦 但是他的预党 但是他的这些党员 被清理的情况 不会因为王继三在可能被调查前夕 或者是未来一段时间有了问题 而得到了争执 你们为什么 因为黄菊在政治上的布局 黄菊在各个地方安插的亲信 跟王继三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所以我们看看 是八道以来 习近平同志 习近平总书记 习近平先生 不断地强调党内的野心家 讲来讲去大家都不对头 对吧 野心家 你说周永康已经下去了 葛伯雄已经下去了 徐泽浩已经下去了 薄熙来已经下去了 对不对 令计划已经下去了 对吧 当然 一些剩下的人 早就跟你们整的也差不多了 也不敢讲话了 李源超还能讲什么话吗 对不对 其他同志被你们列为被调查名单 或者可能遇到问题的人 还敢讲话吗 野心人也信不起来 对不对 想着想着 现在大家明白了 中共体制的现在最大的野心家 就是中国体制的最具有实力的王继三同志 大家基本上这么认为 所以王继三的这个处境 简单来说 和未来的取落有几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 王继三赢了 他根本就没有像这个 这个葛文贵先生 像我各种媒体所指证的贪腐问题 他是一个真正的清洁 黎明的 没有私生子 老婆 没有外国护照 这个姚勤做的这个海航 没关系 海航是自己的强大 自己的这个发展 那么王继三同志 仍然是解决我们党 经济问题 社会问题 贪腐问题的一个好同志 所以呢 他有可能继续担任总理 或者继续担任总纪委 继续在常委里面 继续担任总纪委书记 或者是当总理 或者他担任其他的领导职务 其从是不担任职务呢 这仍然会扮演一个幕后操作的角色 这是一种可能性 第二种可能性呢 王继三同志 这些问题也不了了之 但是他的实力太强了 能力太旺了 所有的习近平拉了他没办法 拉了他没办法 所以不管他是在任上 还是他退下来 习近平呢 也不了了之 对这个事情 对王继三也不了了之 第三点情况 如果王继三同志胜利很不好 随时呢 为党减轻负担 这个 出击马克思 那么呢 这种情况呢 也使很多 大部分的情况 也变得不了了之 但是他的党羽 他的下属 他的骨干呢 会被清除 那么 最后一种情况 就是王继三在某个时间点 某个时间点 会被了正式调查 当然 他下台以后 他也回不了中纪委了 那么呢 他的权力必须是幕后操纵 那么在这个时候 有那些真正 站在第一线权力的人 有可能呢 就会把清除王继三 变成一个十九代以后的 主要的反腐败的一个重点对象 也是未来取消 或者是降低中纪委 这么一个权力机构 成立国家监算委员会 或者是成立更 就是受到监督 更具有国家政府意义的 具有透明度的 依发办事的这么一个机构的准备 那么清除中纪委 这位独留 这么一个法西斯机构 清除王继三的胡作非为 那就成为了十九代以后的一个重要任务 那么在这个时候 对王继三同志是进行组织处理 还是对他进行立案侦察 最终呢 双规或者是不双规 直接打补 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 有 甚至在目净看起来 这种可能性 相对于前面的那些可能性呢 并不小 甚至可以说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中共这个机构 它不是传统上的皇权机构 不是传统上的法西斯机构 它是有一定的组织原则 有一定的组织的游戏规则 尽管这个组织是肮脏的 是黑暗的 是腐败的 但是在有个时候 恰恰就是要利用这个组织的力量 是消灭政敌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中共的权力斗争 它就会以组织民意进行 不管是王岐山 李岐山 谢岐山 所以这一关 王岐山是怎么避免他 是他现在对大的难点 最艰难的人生选择 中国的很多人 饱读历史书 或者是饱读各种书籍 极其聪明 极其勤奋 但是最后面 学会的都是一毛轨迹 最后面 自己是死在一毛轨迹上 如果王岐山不能证明他是清白的 那么他就是这么一个典型 谢谢大家